現在就是定期的追蹤 然後前面可能就是三個月回去做定期的追蹤 抽血啊 還有一些內視鏡的檢查這樣子 沒事 謝謝大家 讓大家擔心了 然後我想我會 就寫出來也是呼籲大家就是 自己的不好的一個習慣 因為雖然是一點點的 就是只是為了好睡覺 但是後來我覺得還好我也是沒有酒飲的 然後從聽到自己身體有問題的時候 我就也滴酒不沾了 然後也覺得明明我就可以好好的睡覺了 其實我一直覺得酒本來就不好喝 那麼難喝為什麼有人要喝 那所以我覺得習慣跟依賴是一個很不好的一件事情 如果是不好的話 我覺得每一個人還是可以跳脫這些不好的習慣 然後把自己的身體好好地照顧好 然後我現在都還好發現的時候是零期 然後也呼籲大家真的要定期的做健康檢查 早發現至少有機會 順利去得獎 如果得獎的話 慶功就不能喝酒 不喝酒啦 然後當然有幾次跟朋友聚會 他們說連啤酒什麼都不行 當然是可以 但是我本來就不在外面喝酒 所以這些誘惑不了我 還好 二姐也出來表演了嗎 那那天你有沒有跟她講什麼話 我這幾天有跟她講說 我要看到妳上台唱歌 我真的是比妳還緊張喔 然後那天因為我上禮拜在台中舞台劇演出 然後我是回到飯店 我才看網路上 然後真的是從那個弦樂的整個前奏一出來 我起雞皮疙瘩我也傳訊息給她 我說恭喜姐完成了這一次的歌唱的演出 然後也很替妳開心 我想大家在現場的人應該很興奮 二姐的分別長得好嗎 都很好 都很好 我們還約了要出國玩 請教平生在當下 一直去跟她有什麼感情 因為她已經公佈了嘛 然後所以她是過來人 所以她跟我講說 現在醫療你不用擔心 那所以我也很慶幸的就是認識二姐 然後她一直把我當親妹妹的看 看待一樣 然後去年也跟北榮有合作公益廣告 然後因為院長的安排 所以一切都非常非常順利 她也叫我別擔心 對 你很想念你 如果是女兒寄到什麼 我女兒就哭啊 我女兒就哭 然後所以我覺得就是家人 這個時候你才知道家人 她是有這麼這麼的在乎你 這麼這麼的愛你 那我覺得就不要讓在乎愛你的人擔心 嗯 其實為了後續的時間和招式 有沒有做什麼調整 做戲或是飲食之類的 飲食當然就是 因為我自己不論夏天冬天 我一定拍戲工作 我一定帶一個很熱的水壺 我就是很愛喝熱的熱水熱湯 那這些我也要慢慢改變 然後矽腳慢咽 以前都是狼吞虎咽 然後所以改變就是從吃的方面 那當然酒就不喝了 對 嗯